卖场中琳琅满目的冷冻蔬菜 包装精美便宜又大碗 但仔细一看 挑选的人却不多 尤其是婆婆妈妈 几乎都面有难色 拿起又放下 网络传言冷冻蔬菜没营养 因为都被破坏掉了 究竟有没有道理呢 其实冷冻蔬菜呢 如果在国外的话 其实如果他们技术是良好的 可能在采收之后 一系列的一个运送清洗这些过程里面 再加上包装 他们可能都维持在-18度C以下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确实会让蔬菜里面的维生素B群 跟维生素C比较不会流失 所以它营养价值相对来讲 是有保留的 而且也比较高 但是呢 我们可能到了卖场之后呢 我们买回去 那家里的一个冰箱的条件 可能就没有像我刚提到的 可能在-18度C以下 所以相对 如果你买冷冻蔬菜回去的时候 其实可能还是建议早一点吃完 想知道更多资讯 请上网搜寻健康爱乐活